爸爸妈妈 我爱我的家 给我留下这么多宝贝 今天我就用两杯中筋面粉 烤面影子加一匙糖一匙油 来做馒头给大家吃 老面影子是提前一个小时调制而成 天气比较热一个小时就好 老面影子与面粉的比例是一比二 先把它搅拌一下 现在不用手揉 因为它不就好揉 先用板子这样揉一下就好 让它醒五分钟后 再上面板上来揉 用老面做的馒头 面团比普通的馒头要用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馒头特别有秋感 特别的好吃 所以揉的时候就比较用力气 让它再醒五分钟 不弄醒的时间太长 如果醒的时间太长发了 就不好做花了 现在我把我的宝贝拿出来 现在我把我的宝贝拿出来 我把我的宝贝拿出来 这个要快一点做 因为我们用老面发酵的 它发得很快 我以为把它下去毛病了 不会叫了 原来是今天下雨的缘云 它不叫了 被它炒死 它每一个再揉一遍 在不准处 却继续缘一遍 爱我们的家 让爱添添出一家 让爱添添出我家 尽量开了 尽量开了 用并安 让爱添出的家 白菜 油 白菜 白菜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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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两个会腾 多了的就给它剪下来不要 太大了不漂亮 这里会要特别小一点 这样剁出来才有一个叉腰 它的腰身才比较细 漂亮 这个要先给它把腰伸出来 然后这样 这样 这样剁出来的小金鱼就很漂亮 这个刚刚好 掐腰掐出来它才能剁得比较漂亮 这个会刚刚好 刚才那个有点大了 这样剁出来的馒头 它经过了这个面喀子木头的香味 你蒸出来的馒头味道 就跟我们普通的馒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愿意比较费劲一点 愿意做花馒头吃 漂亮吧 这些一开始的都已经发起来了 所以这个要快 因为天气比较热 它马上就发了 这个还要等一下 所以动作就要快 不然前面做的全部发起来了 盖起来 现在我们都把它装到蒸笼里 让它醒发 现在天气比较暖 醒发 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蒸了 现在凌显的看它长大变胖胖的了 可以蒸了 趁它蒸的时间 把我的宝贝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中秋节用的 这个是寿桃 这一些都是鱼 金鱼 礼仪 这些都是莲蓬花 这些是元宝 都过年用的 这些是农历七月七 情人节用的 这个是我家的宝贝 已经用一两百年的历史 我爷爷刻的 这就是我全部的宝贝 这个是个小篮子 这小枝鱼 这个小元宝 这些都是鲤鱼 这个也是个小寿桃 这个小莲蓬 这个小金鱼 这个小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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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也是月饼 这是枝鱼 跟石鲤鱼 小双鱼 小狮子 现在已经中熟了 先给它吐气一下 拿出来 点上红点和眼睛 表示喜庆 我们做出来馒头 都给它点上一个红点 非常的秋淡 因为揉的变数很多 很漂亮 你吃一个试试看 这个跟普通的馒头揉法不一样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秋淡 非常的好吃 加上老面发酵 它本身产生的 井亮的甜度 就比普通的馒头的味道更好 这是装不了的 我放在电锅里烤一下 更好吃 拍个照 非常漂亮 非常好吃 对您的甜度 看你吃 这个甜度 我放在电锅里烤一下 爸爸 妈妈 我放在电锅里烤 是